无意降生在凡尘,无法选择的身份 小小的抵抗,做着名为自己的人 阿楼哈,这里是拥有监长的卡卡 冰果的剧情推进几乎都围绕着神山市当地的名门 女主角是神田的农业名门千返田 荒南神社的石温字,中等教育界的远远内 以及当地连锁医院的陆虚家 金汤池这个身份或许是老天的垂青 但他们本人似乎并不完全满意 明明是日本传统神社的巫女 石温字却爱着西方的占卜方式 仅有艺人的占卜部,有理由怀疑是加碎自己创立的 卡亚赛他立了一个吉普菜小帐篷 水晶球,首相,以及塔罗牌样样都成 没有半点日系神社的味道 远远内降丝的抽烟,只是行动上对家族的叛逆 嘴上说自己三年纪已经在部里退休 但是新人休息,自己还在想校园月刊选题 卡亚赛更是对大新闻带头冲锋 名门万年乔家的聚会后 他也没认出千返田家的千金 可见这人对家族的教育事业完全不关心 对这种上流聚会大概也是敷衍了事 他真正热爱的应该是新闻与传播学 即便是千返田也在为折磨介绍自己的背景时 并不是带着自豪与快乐的表情 更多的是一种不得不背负的无奈 女帝入虚冬时所背负的卡卡我也不妨来猜一猜 在冰果世界观里的女帝塔罗牌中 这张牌最前面的特性是 母性爱,丰富的内心,感性,成熟的女性 牌的基本意义,结婚,女性的幸福,家庭关系,妊娠 时尚,安详,财产,思想丰富,受欢迎 以及放在最后的魅惑 相比于其他提到的塔罗牌 入虚的牌面词汇最为丰富 入虚的强势表现大概可以推测 他与千返田一样是独生女 家族产业的医院大概需要他全盘继承 而他可能为了家族不得不让男性入坠到家中 并且他一定要生下继承家业的下一代 这暗合了女帝牌的结婚,家庭关系,妊娠 身份带来的客观压力 让他变得效率至上,且不允许失败 聊天室的ID请输入名字 一方面说明他重视效率 无趣思考与聊天内容无关的ID 潜台词我认为也暗合女帝丰富的牌面 在面对不同的人时 他会展示自己不同的一面 家庭中他需要展示第一层的基本意义 班级中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陆虚曾对折磨说 如果不是因为商量节目时 我人在北海道 这样的企划我不可能让他们落实的 校园里他也显露了办事的能力 福布都跨奖他处理清音部 与演剧部的手法完美 毕竟嘛,金阿尼宇宙里 K-O-M-布唱花花蛋 演剧部表演罗密朱莉 都在礼堂舞台对吧 各方面全才的学生会长陆山宗芳 以及一手策划石文字事件的田边 见到陆虚都直接称呼他女帝 后者平淡地接受这个头衔 可见年级二年级的陆虚 已经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排面中的受欢迎也就有了解释 最后的魅惑 就像他教导千返田的那样 求人办事 一定要在私下无人的地方找异性 不过女帝魅惑凤太郎 并不是靠美色 在让古典部来看半成品电影时 凤太郎啰里巴索地想问女帝 为啥让他们来 陆虚没有过多解释 一句就是想让你们看看 因为这样最有效率 凤太郎赞赏的表情 就是效率至上 对节能主义魅惑的开始 私下找折木聊剧本时 折木还想说两句遗憾的话 陆虚直接说社交辞令就免了 然后立刻接上 把三位同学的意见都否掉的是谁 接着又说 如果你不否定 那我们就采用其中一种方案了 现在你说他们都不行 那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凤太郎的锅已经背上了 后面凤太郎解开谜团 陆续来到地理教室 开门见山地问 你知道答案了吗 以及看到凤太郎解释推理时 小心地加上学长 女帝也不介意地说 不用加静语没关系的 正是种种重视效率的谈话方式 凑成了女帝 对喜欢节能的力量的魅惑 凤太郎的视角里 她没有看出女帝的母性爱 就像上文说的 陆续是在不同的人面前 展示不同的自己 如果她在折磨面前展示了母性爱 那她策动后者写剧本 可能会泡汤 了解同学性质的她 在知道善良的本乡 剧本被同学改得面目全非后 让她好好休息 后面的事教给自己 共会曾指出 你就是担心电影不好看 而不是真的担心 那只写剧本的孩子 我觉得之所以 共会会这么说 也是因为陆续 没有给共会展示过自己母性爱的一面 在电影上映之后 陆续与本乡对话时 看到本乡说 不是我所想的剧本也没关系 我想看到的是 大家完成了电影 我们一起欢呼就好 这里陆续非常老母亲的写下一句 你这人还真是 但因为身份与背景 她觉得自己不能展示这种软的方面 所以她紧接着打了一句 不 没什么 在手工部拿着青蛙王子玩偶时 那戳中猛点的脸红也曾一闪而过 这就是陆续东石 为了家庭 她在大部分时间都舍弃了自己少女的那一面 而成为女帝牌面里的成熟女性 陆续并不是恶意地利用冯太郎 她对共会说 她所处的位置不能让这个电影摆烂 原因就在于她是学校的名人 也是班级的核心 如果在看下赛交出一个不好看的班级电影 学校里认识她的人会觉得她外强中干 所以当凤太郎误解以为自己被利用 生气地质问陆续 说我有才能是骗我的吗 穿着校服的陆续必须说 如果你是这么理解的 那是你的自由 她把这份强大保持到最后 她把这份歉意转达给凤太郎的姐姐 当脱去校服 长血与大衣的搭配暗和时尚的牌面 她对戒备自己的凤太郎说 之前那是因为我为了班级 今天我只是来扮演出人偶的 你又何必对我这么戒备呢 凤太郎的内心 因为爱留扮演的是你老婆呀 在茶馆中 陆续对凤太郎的才华认可是认真的 女帝或许也对推理展兴趣 版报部报道时文字的目标后 她也有去魔术部看表演 面对福布的疑问 重视效率的女帝说的是 我来看魔术表演很奇怪吗 如果她不在意识文字事件 这里的台词应该是 我喜欢看魔术表演 表演完天皇出人偶后 也有上面那段 她询问折磨绕远的原因的场景 茶馆里女帝说我们班那些半调子 我一开始就知道她们不行 反过头来说 看起来能力出众的女帝 也一样无法给这个剧本 一如折磨想出来的精彩结局 自知的自己才去求助爱留 求助学姐折磨贡会 甚至问了远远那将司 而在看到折磨对剧本精彩的演绎后 女帝把电影的命名权交给了风太郎 这何尝不是认可 有高级的母性爱呢 被戏称拿着剧本的贡会 在看到女帝最后的说辞后 离开了聊天室 这里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是 贡会突然了解了这位学妹的多面性 所以不再继续挖苦她了 万人的死角事件不仅改变了风太郎 同样也使女帝不再冰冷 千粉田在第一集提到十文字时说 我的朋友在占卜部 在对大家提到入虚时说的是 我的一位熟人在二年级F班 爱刘与加岁的关系明显正亲近 看下赛 爱刘问十文字 叔叔好些了吗 带着追戏去荒南神社送酒时 加岁也问候了爱刘的父亲 两位日常对话不会加敬语 加岁在问福部看没看到爱刘时 也没有加丧 能从认识到朋友 需要的就是共识 效率至上的女帝和那位节能主义的折磨一样 无法拒绝亮眼睛的可爱女孩 面对爱刘如何求人办事的询问 陆虚本可以不给建议 毕竟给别人建议 如果错了 反而会影响自己的形象 但看到亮眼睛后 她甚至一时失态地啊了出来 眼红了一下 告诉爱刘自己的打招 在卖青蛙王子时 她听到爱刘的使用方式后 坦诚地向爱刘说 看来不适合你 眼前的千返田没有不满 爱刘沉船地回复东时 那样的自己有点僵硬呢 两位女孩子都笑了出来 这大概是陆续人生第一次提出不好的建议 但世界并没有像她想的那样 变得不好 任何人都容易被自己的某一个身份所困 好像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拿着身份服务 就像陆虚对千返田说的 有些事情原本只是做作样子 但时间久了 有可能会假戏真做 从出生开始 扮演孩子 扮演学生 扮演社会人 镜中的你不该只会应付世界 那些幸福的表情 也属于脱去身份后 软断自由的自己呀 女帝的故事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谢谢各位的三连支持 充电的话就更感激了 想看更多冰果人物故事 不妨点着关注追翻哟 关注数到达五万了 谢谢这一年半以来的支持 下期也请记得回来见我哟 拜拜